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热门的一个话题呢 现在是condo的市场 大家都觉得condo市场非常的火爆 那到底有多火爆呢 那在这讲座开始的时候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在北约克中心188 Doris 在1月份刚就是过完节转过来 一个1加1的小单位啊 开价是38万9 一下子来了十几个offer 最后呢43万8交易 哇 这已经这种情况在condo的市场里面 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了 接下来呢 就一发不可收拾啊 然后在Pumberton 我们说啊 97年的楼 两税房 800多池的单位 50万的交易 哇 震惊了所有的 我们这些这个在行业里面的人 同时呢 你看前天还有一个交易 在央街头上18号Harbor 一个一税房的单位 只有530尺的小单位啊 开价38万9 最后交易45万5 所以现在现房condo的市场确实是非常的火爆 非常的活跃啊 1月份跟去年的1月份比上涨了20%平均的价格 那新开的楼盘也很多发展商哇 市场不错 现在很多捂着的这个盘 现在逐渐的就往外开 往外开呢 也是卖的非常的火爆 可以讲一乌难求 像好的地段的 你比方说weil blur 我们前面有介绍300多个单位 来了2000多份的request 那只有6分之1 7分之1的几率才能拿到盘 哇 现在市场您看多活跃 那现在刚开始拍的像这个pro啊 还有像这个time and space啊 还有像peak啊 season啊等等 这几个在北约克啊 downtown的盘都很火爆 那很多朋友也打过电话问 那在现在多伦多的这个新屋的这个市场里面 哪一个比较适合于房地产投资呢 那这次呢 我就利用这次讲座 给大家推荐这个项目叫time and space 那这个time and space呢 是在 downtown啊 阳街以东啊 在front street 177号 front street啊熟悉多安多的朋友知道啊 那不是st lawrence market附近吗 对 没错 就在多安多著名的这个景点啊 现在这个一个集贸市场 市内的集贸市场 st lawrence market啊旁边 那它呢是在front and sherborne的东南角 啊一个10层是下面的podium 上面是29层一共呢是39层的啊 两栋tower这样子 然后这个项目之所以是推荐呢 有这么几个原因啊 首先呢是builder 是pemberton group 啊这个品牌效应还是在啊 熟悉多安多这个condo市场的朋友啊 一定听说过pemberton group 像比方说在亚恩finch 像这个pemberton啊 olive啊 55005508啊 很多朋友都住过啊 还有像现在最火的youcondo 在多大旁边 哇两税房单位3000多的这个租金啊 当然还有在其他地方啊 这个pemberton group是在多人多condo建商里面 排名前五名的大的大牌的建商啊 它的质量 还有它的建的这个品质是有保障的啊 再有呢就是这个地段 首先说这个地段的话呢 在刚才我们提到过是在啊front 和sherborn的东南角 这个地区呢5分钟可以走到步行啊 可以走到saint laurus market 5分钟可以走走到george brown 呃college 还有呢走到下面这些超市啊 咖啡店啊酒吧啊 都在一两分钟的距离啊 走到这个车站就是下来就是front street的车站 还有呃king street上面的这个车站 所以呢 它的这个步行方便指数 达到了99%啊 交通的方便指数达到了100% 所以这个地区的是downtown里面啊 交通生活比较方便的地区啊 好说到这呢 再跟大家呢呃 讲一下这个saint laurus market啊 因为这也是一个多人多的一个文化古迹啊 多人多的一个骄傲啊 这建筑呢有200多年的历史啊 当然就说在多人多这里面200多年 那是也是历史了啊 他在这被这个美国的呃国家地理杂志呢 被评为世界的number one的indoor的啊 这个集市啊 这当然里面就说 卖了很多很高品质的很新鲜的这个农作物啊 还有这个呃肉啊 蛋啊等等 还有现在还有一些衣服啊 小商品啊 小吃等等 如果您到多人多旅游 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看一下啊 这是多人多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一个景点 一个世界number one的集市啊 那我们说这time and space 刚好就在这个saint laurus market的旁边 刚才说了这个地方呢 交通非常方便 生活非常便利 但人们呢 现在对这个生活品质越来越高 尤其在downtown的condo里面 那这个项目的话呢 time and space里面的话 它的设施呢 非常齐全 非常的高大上 包括泳池啊 室内的电影院呢 还有这个gym啊 还有party room啊 还有大pool table啊 等等 它的设施很齐全啊 所以无论是自住 还是出租给租客 那大家都愿意在这生活居住 同时它的户型又是非常的方正 我们说pemberton 如果熟悉这个建筑商的朋友知道啊 pemberton建的房子都是很方正的 从这个young finch 这些pemberton olive啊 还有这个55005508 还有这个you condo啊 等等 还有像比方说young and broad 35号 bomoto等等 你看它的户型 都是方方正正的啊 从设计上讲 跟咱的华人喜欢方正的这种户型 是不谋而合 而且里面可选择的户型品种比较多 像一睡房啊 一加一啊 两睡房啊 二加一啊 三睡房 都有比较齐全 适合不同size的家庭 接下来呢 谈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它的性价比 因为在好的项目 在好的location 如果价位高到很离谱 那投资客也会考虑 对吗 那这个项目呢 它现在开价呢 差不多在650到700之间平均来看哈 因为有楼的低一点平平均 平均尺数就会低一点 那楼层高一点 有些premium加上去700多块钱 但多数来讲是650到700块钱 每尺之间 这个呢 就是你说便宜得要跟个有个比较嘛 那在附近来讲 在St Lawrence Market附近的condominium 是平均的价钱 现在是725块钱 每尺 所以它平均600多块钱这个开价 要低过现房50到100块钱 每尺 而且呢 像投资客呢 最关注最关注叫Return on Investment ROI 对不对 那ROI跟什么有关系 跟租金有关系 在这个地区呢 是多人多租金比较高的地区 一税房可以租到1700 1800 一加一租到1900到2200之间 两税房在2400 2500 三税房3000左右 所以说这样算下来呢 这个Return on Investment 差不多在10%左右 甚至有的单位会超过10% 所以这个呢 回报这个项目的Return是很高的 我们刚才说了 好的建筑商 好的Location 好的这里面的这个设施 和好的户型 加上最优的性价比 所以像这个项目呢 非常非常的不好拿盘 我坦率来讲 尽管我们是这个Builder的VVIP Platinum的Brokerage 那拿到的单位也是很有限的 那如果投资客 听过我们这次讲座 如果对这个项目 Time and Space 这个项目感兴趣 马上打电话给我们 看看能不能拿到一些 适合于投资的单位 好 这次是我们讲座的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